一命抵一命 这次本王放过你 战北韩 我们谈谈吧 你是不是对我有很多的怀疑 背后调查我了 你身上疑点重重 身份不明又别有居心 本王调查你不是应该的吗 你说的对 依你的性格 书国不差得清清楚楚 只怕永远都不会放心 你为什么假扮成沈婉的样子 真正的沈婉去了哪 被你杀人灭口了吗 原来你连沈婉的底细都查了 难怪会对我疑心这么重 放心吧 沈婉她没事 你既然已经调查了沈婉 就应该知道 她在乡下有个喜欢的人 她是自愿和那个男人一起离开的 因为我救了她一命 她就把身份给了我 因为沈家有人想让她死 她不敢回来 就让你替她挡灾 也不算挡灾吧 只是交换而已 你倒是够坦白的 冒名顶替身份 在北秦是大罪 你就不怕本王治你的罪吗 堂堂翼王如果想要治罪 有没有理由 重要吗 你果然胆子不小 我胆子大不大 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你用不着重复 你是南燕人 以前是 现在不是 你顶替沈婉回京 目的是什么 没有目的 撒谎 如果你是怕我对北秦国不利 那你大可放心 我回京城只是为了私事 与南燕半点关系都没有 我知道 以翼王殿下的身份 有的是办法对付为难我 我也不想与你为敌 你说你是为私事回京 对北秦无害 这一点本王姑且信你 你身边那个孩子 是你亲生的吗 你怎么突然会问到这个 孩子是谁的 南燕人 还是北秦人 北秦人 你是不是还要问 北北的亲爹是谁 神去哪了 死了 坟坨草的三丈高了 你还要问吗 埋哪了 你还打算挖坟吗 如果你希望 也不是不行 不用了 算你狠 你还有什么想问的吗 问你也不会老实回答 还有必要问吗 一王说的哪里话 我不是都老实说了吗 阿秀 哥哥好想你 快 让哥哥气一下 壮哥 你小声点 要是被人听见了 就不好了 放心吧 这深更半夜的 没人回来这个花园 你这王府的下人 还真是挺有意思 大半夜跑到这闹鬼的 花园里来约会 胆子还真不小 男人瘾 猛人便要起身 你要干什么 你就别去打扰人家 坏人家姻缘是要造报你的 什么姻缘 不过是伤风败俗的东西 本王倒要看看 到底是谁敢在王府这么放肆 别这么哭吧 人家你请我愿 又没在大厅广众之下 伤风败俗也没拜到你的头上 而且你要是现在过去 看到人家小燕燕抱在一团 你不觉得更尴尬吗 我们悄悄离开便是 是谁 我们叫小走 快点 什么声音 是不是有人 哈啸 你待在这儿 我过去看看 快走啊 人家又过来了 你们是谁 我 王爷 滚 是 是 小的这就滚 打扰王爷了 还不放开 你倒是轻点 我早就叫你走吧 你不肯走 你被人发现了也不能怪我 那个刚刚那个男人好像误会了我们 你不会介意吧 本王要是介意 能杀了你泄分吗 这 这还是别了吧 气大伤身 你消消气 那个 翊王殿下 你看 你要问的也都问了 现在时候也不早了 不如 我们各自回屋 有什么话 明天再说 娘娘 出大事了 奴婢刚刚去马房那边 意外听到了一个消息 什么消息啊 听府里的下人说 前段时间 西花园里闹鬼 有人半夜好奇跑过去看 结果 竟然发现 是王爷和一个女人半夜在河汤旁边私会 什么 这件事 不知道是何时传开的 王爷和一个看不清脸的女人 在花园里搂搂抱抱 据说 那个女人 连衣服都脱光了 和王爷干线烈火地抱在一起 那个不要脸的贱人是谁 把她给我带过来 奴婢也偷听了 但是好像 没人知道那个女子是谁 在想 你说 到底是王府里哪个不要脸的贱人 敢背着我勾引王爷 娘娘 奴婢觉得 未必就是这王府里的人 哦 娘娘一味万千 如今出了这事 奴婢怎么看都觉得 不像是王府里的人干的 你说的也有道理 若不是府里的丫鬟 那还能有谁 娘娘 您忘了吗 这现在王府里 还有一个人落着不肯走的 你是说 沈婉 这应该不可能吧 沈婉脸上有胎记 连丫鬟都不如 奴婢 奴婢也不敢说是不是 只是 除了丫鬟之外 就只有她了 娘娘若是怀疑 不如去试探一下 你说的对 沈姑娘好悠闲啊 看到本侧妃来了 都不知道 都不知道起身行礼的吗 又是你 这次又有何贵干 我是来恭喜你的 哦 何喜之友 你跟王爷的事情 府里上下都传遍了 当然是要恭喜你 改日就能一顶小轿 抬进王府 换我一生解决了吧 你说什么 你还跟我装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贱人 在花园里就敢跟 王爷搂搂抱抱 勾搭不轻 衣服都脱了 还有脸跟我装 你到底在胡说八道什么 没想到你这么不知羞耻 在花园里勾引王爷 都被府里的下人撞见了 还有脸装出这副 无辜的样子 你从哪听来 这些无名奇妙的事 你无缘无故来我这发疯 你是皮友养了欠抽了吗 你 我们娘娘 只是听到府里的传言 特意过来询问 你们的意思是 那是我在勾引翼王 你还有脸说出来 府里就你一个外人 除了你还有谁 既然如此 你来找我有什么用 你应该去找翼王殿下 私会这种事 一个巴掌拍不响 就算真的是我做的 那也要翼王殿下配合才行 你终于承认了是吗 真的是你这个贱人 我劝你最好 早点去问问看 否则 翼王再次被我勾引几次 说不定 就要娶我做王妃了 你以为我不敢是吗 你给我等着 王爷 既然你对沈姑娘有意 不如就将她接入王府 做个侍妾如何 嗯 王爷跟沈姑娘的事 现在府里人人都知道了 与其让沈姑娘 无名无分地住在府里 倒不如 给她一个侍妾的名分 也免得下人们说闲话 什么闲话 府里都说 沈姑娘不知羞耻 衣衫不整的 还被别人给看见了 说得实在是难听 王府里有这样的传言 是啊 都传遍了 来人 王爷 告诉管家 本王不想在王府里 听到任何不切实际的传言 若再有人 敢擅自议论 拔了舌头赶出府 一个不留 是 王爷 那沈姑娘怎么办 不是她 那是谁 与你无关 出去 王爷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只是关心你 出去 娘娘 王爷说不是沈婉 但还能有谁啊 王爷这样说你也信吗 他就是想要护着那个贱人的名声 不想他被人议论 才叫管家对福里封口的 那天在花园里的人 一定就是沈婉 他长得那么丑 又是个寡妇 王爷到底看上他什么了 男人看上女人 除了脸 就是身子 娘娘 那你可要想想办法呀 可不能让王爷 被这种贱人勾引了去 这还用你说